高人疫等专题系列报道 中医观点 冬季食疗也能够帮助长高 当令食材山药能够健脾胃补肺肾 顾好您的五脏六腑自然就会有比较好的免疫力 也能够增加升高长高的本钱 天气转凉 临终穿起后外套 终于认为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在秋冬补充足够营养 春夏时分会让身体顺利生长发育 尤其秋冬需要调理脾胃 改善肠胃道吸收不佳的状况 而当季盛产的山药最适合滋补食疗 山药它既是食材也是药材 我们在帮小朋友转股 帮他长高之前 我们常会做一个调理脾胃的动作 我们很常使用到山药 终于是最爱这一位 跟着王仁甫医师的脚步 到花莲新城乡拜访山药达人 杨朝永是花莲山药产销班班长 采用有机种植 目前园子里培育数十个品种 有球状和长条状 而山药是慢性植物 需要物体攀爬 春天耕种 夏季叶子生长旺盛 入冬后藤叶渐渐枯萎 上头长出快壮的猪牙 与鱼子 代表地底下的山药就要成熟了 山药住的房子 竟然是破半的塑胶水管 原来山药原本要深埋土中 早年要挖山药不容易 除了要挖的生 也很容易伤害山药 因此现代农夫都采用 这种天沟种植法 收成时不但省力 山药还能条条完整 比直Q弹 有的跟成人的手臂一样粗 甚至还有紫色的 消费者购买时 腰条薯块完整 表皮平滑 没有发霉腐烂 而且同体积的越种越好 只是山药含有造角素 以及植物碱 有些人在处理时 会出现过敏反应 我们最基本的清洗 不然就有汇澡 不然就用柠檬 柠檬汁来泡水 够把它搜更好 我可能算了会贵病 我剛才漫漫的 我這樣紅紅真正 要緊張水槍 我們山藥在秋冬季節 我們煮也來這裡統好 因為山藥是白色的 它可以入肺 它還可以夠皮 還可以夠心 所以我們秋冬季節來這裡統好 要怎麼煮呢 還要把這個紅皺和鑑記 而且在紅皺在滾的時候 把它膠開 把中間那個芯蓋掉 這樣比較不會上火 古代醫學書籍詳細記載 山藥粥也是神仙粥 非常的養生 和辣八粥並列為 東令進補真品 山藥在現代臨床研究 主要是有鼠域罩肝跟黏液質 黏液質就是大家在煮山藥的時候 有時候會出現黏黏的 那就是它裡面黏液質的成分 鼠域罩肝跟黏液質 可以印證我們古書裡面記載的 它可以抑腎氣 健脾胃的效果 使用上還有一個部分 要小小的注意一下 因為它還有一個紫色的功用 什麼是紫色呢 它可以讓你的卸下稍微緩解 所以如果觀眾朋友 有便秘的狀況 你在使用山藥的時候 就要小心不可以多浮 多浮可能會讓你的便秘的情況加重 市面上除了新鮮山藥 還有乾燥後的山藥片 也就是四神湯的配方之一 但得小心山寨品 旁邊這個是木薯 就是我們一般鄉村所見到的樹薯 那樹薯它中間有一個極點 這是大極顆的一個很大的特徵 肉眼實在很難分辨 而且口感和營養成分也大不同 一定要仔細挑選 才能補充到對的營養成分 食療才會看見成效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